今天有太陽能工會的業界代表 他們來拜訪市府 主要我們要跟他洽談 他們要加碼在台南投資 投資什麼 當然是投資綠能科技的發電 那我們也知道 事實上以東京電力公司 全世界著名的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他們也要來台南設廠 從事太陽能發電的動作 這個工作 另外世界知名的Google科技大廠 他們也要來台南採購綠電 我覺得其實這幾個動作 這幾個投資案也好 或採購案也好 都是對於我們台南推動綠能的一大鼓舞 尤其我們對於在賴前市長的時期 就已經最快投入太陽能發電的行列 所以說造成我們現在台南的發電 已經是幾乎發電量 已經是三座半的真溫水庫的發電量 未來我們還會再繼續增加 那在蔡英文總統 2016年上任的時候就已經核定 我們在歸人地方的沙輪農場 是我們的綠能科技城 那目前為止不僅有研究機構 中研院 工研院 還有國立交通大學紛紛進駐 我們還有許多的科研大廠 把他們研究能量放在沙輪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會加強來做 務必使台南成為綠能大城 OK 謝謝